我们现在到了宁浪县了 吃一点这边的特色菜 我们在网上点了一个套餐 98块钱 一锅鱼 还有这个主食 还有这个饮料 第一次吃这个海兽鱼啊 也是误打误撞 本来就不知道海兽鱼这道菜啊 有张条 看不清楚写的是什么字 在外面 历宁公路塌方了 不着急走的话休息吧 不收停车费 要是走的话可以走高速去丽江 今天呢我们是从卢固湖出发 准备去往那个丽江的哈 经过这里中间一个县城叫宁浪县 看到路边上有一个叫海兽鱼 海兽鱼是什么 不知道没听说过 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 有没有套餐之类的 就停下来吃了 吃完之后呢 老板问我们看到我们房车嘛 然后你们车上要不要充电啊 要不要加水啊 我们就说我们车上有电啊 够的 然后我们水的话 其实我们当时还有一点水 反正就停在这里 水龙头就在旁边嘛 给我们加嘛 我们就顺便把它加了 加了点水 对 然后加了之后呢 然后我在车里发一个视频 把视频发好弄好啊 然后给两个小只饭吃好啊 做好饭吃 然后准备出发的时候呢 看到一个小贴纸贴在这里 就特别的暖心啊 真的很暖心 这个一张小贴纸 留在放车里面 真的确实感动到我们了 对对对 我刚刚呢和燕子商量了 其实我们就录影在人家门口不太好啊 挡住人家了 人家要做生意 对 然后我们现在呢 重新找个录影地 宁浪第一家海哨鱼 一店 谢谢好心的老板啊 好了 我们今天晚上的录影地呢 找好了 就录影在这里 然后旁边的是一个菜市场 然后明天呢 还可以在这里面买点菜 然后我们继续出发 好 早点休息 起床了 窗户打开 今天还要下雨看这天 拿一个大菠菜 这个吧 这一米怎么卖的 三块钱一个 好 舍得和你们的吃不完 我只要一坨 这个坨一坨 坏一坨 好 把我坏一坨吧 哎呀 南瓜煮在饭里面好吃 买点瓦水 这瓦水多少钱一斤啊 四块钱 好 一半吗 买点的青辣椒 胭子喜欢吃 黄瓜 三根 好了 菜买好了 我们现在准备要出发了 今天直接赶到丽江 哦 哦 啊 水 我买水果 还有 还有啊 你回来吃吗 啊 要得 你回来吃 要得要得 过两天 过两天 晚起过来吃 不吃 是不是 哦 现在到了 你已经没了 过来到了云南了 再云南吗 嗯 云南不来云南 云南不来 晚上很冷 晚上很冷 哦 好 丰盛的早餐做好了 这是我刚刚买的玉米 这是刚刚买的南瓜 这是腊肠 土鸡蛋 非常营养的早餐 南瓜真好吃 我买了一半 还有一半要不等会把它买掉 好了 我们现在继续出发开往丽江 我们依然是走国道走那个 丽宁公路哈122公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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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坐我来把那个桌子摆起来 你们坐 我们也刚到这边 晚上我们一起吃饭 我们我们一天吃两吨 两吨那你第二吨吃了没有 我吃了 第二吨已经吃好了 哇 你们的房子好 过来 过来 你不想尝一下燕子做的菜吗 我看看就可以了 可以尝一下嘛 我一直在视频里面看燕子好会烧串菜 他妈妈也会烧 对对对 他六七岁的时候他就是开始学做饭了 是他爸爸妈妈好苦素的哈 你是你是给我们江苏人争光了 然后是富串女婿 我去拿那边拿凳子哈 好的好的 啊 遇到了 我们的 上去 我们是老乡 百万到椅子上去 百万 快上椅子快 哎 哎 咦 那先泡点茶 乖哦 百万乖哦 他要吃养奶 他看他白底吃他也要吃 人家就是不住了 反正就是不住了那种了 那种住个20年 能自己花点钱把它改造一下 一下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多养一些多肉 哇重点 对啊 狗猫 对啊 都可以那个 对啊 你这次来有没有去了解一下吗 我尝试着了解了 然后我前面的队友已经 我前面队友也都是退休的 大哥大姐 然后他们也是 我们的想法大概都差不离 然后他们在一路摸索 然后我就打算紧随起后 可以 对 可以就是了解一下这个 行情嘛 哎 然后 我觉得我们南京好像有点不大 他适合养 姐姐你你那个退休了吗 嗯 你退休了 你几岁啊 50多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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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 我孩子都二十七八岁 哦 我家女儿都工作三年了嘛 哦 嗯 其实哎呀 我觉得到那个大理啊 大理啊 对 海拔有点高 冬天很冷啊 这边啊 哦 这边我不知道啊 育龙雪山这边冷啊 大理啊好一点 大理一年西级就可以了 嗯 没那么冷 去大理 可以 大理二海 我在这边待了又大概十天 嗯 大理 好点 我好喜欢 到时候到时候去找 如果找到何事了 我们坐邻居 好的 我们老乡嘛 坐邻居 太好了 啊把那个院子门口种种地啊 喂点鸡啊 喂点鸭啊 啊 然后再来吃 要注意懂那种院子了 对 对 两小只先吃 他们俩吃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饭了 等不了了是吧 拜拜 嗯 等不了了是吧 太残了啊 哎呀 现在有竞争对手了 你看 哎呀 哎呀不要咬 不要咬弟弟 哎 做好了拜拜 要试文啊 嗯 试文呢 你试不试文 你看弟弟做的飙飙飙整整的哈 啊 百里现在要补盖 百里吃 没有百万没喊你 百万 百万做好等 做好等 耐心了 耐心了 对 还要挡我镜头了百万 一小块五花肉 切一小块五花肉炒竹笋 这样炒出来的竹笋才好吃 好 好了 可以了 再来 再来 这五花肉呢 一定要把那个油煎出来 然后炒那个烟粉 下来我们的调料 这是姜和那个大蒜 然后还有几个小米辣 你再进去炸一下炸香 然后下了我们的烟笋 再炒一会炒的味 把辣椒青红辣椒放下去 青红辣椒放进去就漂亮了啊 嗯 色香味 吃饭喽 吃饭喽 拍饭喽 看一下 腌笋 玉米粑 然后这个是 转心菜 我们那边叫转心菜 对 开吃 趕了一天的路 终于吃上饭了 本来我想在外面吃 然后又说 怎么外面吃自己一做就好用啊 多吃点肉 来 想胖一点 肉放少了 不会嫌弃你 哪怕长到三百斤 老公都不会嫌弃你了 放心啊 勇敢的 勇敢的去长肉啊 别怕 听到没有 和我这么多年了 你还不放心我 我信一个鬼 那那那真的是 我现在长了三百斤了 都没法看了 不会呀 你怕老公养不起 有五花肉放少了 这桶桶飞到碗里来了 嗯 好吃 那饭已经吃好了 现在燕子在里面忙 在直播 那我呢 洗碗 我们分工明确啊 燕子做饭 我来洗碗啊 我回来 看看摆完的小腿 就这么大一个小腿 身体肥的不成样了 你看看 再肥一点的话 走路都走不了了 肚子要脱地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呢 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又是平平淡淡的一天 今天视频淡根了 因为今天赶了一天的路 今天呢 路上也没遇到什么好看的风景 也没有遇到什么去闻去世 所以今天呢 又是一个非常平淡的一个视频 给大家打发打发时间 好了吧 就这样吧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拜拜